没有人 种瓜得瓜 他们没有这个表达 他们只是你种什么 受什么 今天我这个题目是 种子就是舍得到 这是讲到人对传道 圣经的真理反应如何 他们有什么反应 怎么样遵行 然后结果怎么样 普通的人他不是讲 种子就是舍得到 就是圣经的真理 都是一样这样讲的 只是你听了舍得到 圣经的真理 你怎么样遵行 遵行出来以后 结果是什么样 但是我因为他们 这个已经讲得很好 很清楚 就是有一点 他们不讲的 就是这些种子杀下去 长出什么东西 他们是长出什么样行为的人 我是要进一步 这些神的道 要听了遵行成为什么人 然后你要进一步 这些人组成什么教会 这一点他们不讲的 因为他们也不敢讲 也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从圣经内是非常清楚 这帮人组织起来就是基督的教会 所以这一点他们达不到那个地方 这里是耶稣讲的比喻 一位农夫去杀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捡大 天上飞鸟 又来吃尽鸟 这一件圣经如果世界上有传道人 他停在解释 他就一定不对 而且他也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后来耶稣自己解释 耶稣既然自己有解释 我们人最好不要再解释 因为等看耶稣怎么解释 这是我一辈子传道的最要紧的立场 耶稣既然有解释 我们就不需要解释 还有有时候耶稣没有解释 他的门徒解释 写在圣经里面 因为我立志传福音 就是要讲圣经记载的东西 他自己说天上飞鸟 飞来吃尽鸟 什么意思呢 等一下耶稣会自己解释 有落在磐石上 虽然我们要记得的 就是有四个情况 有人听了道 好像落在路旁 有人听了道 好像在磐石上 一长出来就枯干 因为没有滋润 它英文不是 就是没有水物 没有水气 因为我们自助生长 必须有水 它英文是moisture 就是有一点水的味道 我告诉你 你必须有水 就是因为磐石上没有 我们看看等一下 耶稣怎么解释 落在经济里的 与经济一同生长 挤住了 又落在好土里面的 生长起来 届时百倍 那四种情况 倍倍 第一 路旁 听了道 好像种子落在路旁 第二 磐石上 第三 经济里面 野草里面 经济野草 如果我们家里有一点草地 你就知道野草非常讨厌 它就长得比我们要的草 它都长得好 就寄了进这里 所以我们要发明很多药 碰下去野草杀掉好的草的存留 总之则是我们一点的经验 有四种情况 第一 在路旁 第二 磐石上 第三 经济里面 第四 豪土 我就不会做 我太太很会种东西 OK 因为我没有心机去搞那些豪土 要把它翻来翻去 又要下肥料等等 OK 里面可能这里有人会种 我不会 总言之 豪土 落在豪土 路旁 磐石 经济里面 豪土里面 耶稣宣布神果的奥秘 然后在中间 就按照路加福音第五 路加福音第五到十一节 就在中间 耶稣讲这两节 耶稣宣布神果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给他们知道 那么全世界都一定会问 为什么 耶稣不是要传世的人 都明本真理得救吗 怎么这里他说 这个真理只给你们知道 他们不给他们知道 他的门徒 把这里有两 有四个福音 所以我们传道人责任 就是要捡哪一个 比较容易明白 比较详细 他们 他的门徒问耶稣说 这是路加福音 八章的警觉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他指路加 只是记下来 这个门徒问耶稣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马太飞呢 就记得比较详细一点 所以我们研究圣经的 功夫就这里了 你不是当然看一个 你要参考其他 好像我们做笔记 你要看谁 我们上扣做笔记 因为我们要记得 又详细又好 以前我们没有录音机 你们现在很方便 那个手机一出来 一打 一按 什么都下来 非常方便 以前我们做笔记 就要看谁记得最快 所以我自己发明那个简写 简单的 一句话 一两个字就写完 所以我的笔记 没有其他人可以看见 他看不懂 有人要给我记 我说你哪去看 他都看不懂 因为我要记得快 所以这里也是这样 他们看一下 马太人记得详细一点 门都前来问耶稣说 对众人你说 用比喻 为什么你对众人用比喻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这是原因 这个比较详细 还有路加下面 再读下去 你会发现 他讲为什么 那是另外一句 如果有人今天听我讲这个道 他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这里说 这是圣经翻译 没有错误 OK 耶稣说 对他们 我用比喻 对你们的 我直接了当告诉你 因为我要你们知道 不要他们知道 这是圣经记载 你只可以自己去查看 我把经文列出来了 OK 耶稣说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其他的人 我就用比喻 为什么 我要叫他们 看看不见 听 听不明白 这是耶稣讲的话 我要你们知道 但是呢 要他们不明白 这是非常清楚 现在耶稣讲 那是在讲解之间 他讲比喻 然后解释 这两节 十十一节 在中间 所以这里呢 是十二节到十五节 刚才的第五节 到第十节 然后十一十二 夹在中间 那杀在墓旁的呢 耶稣解释了 所以我们人 不需要去解释 耶稣解释了 就是人听了大 随后魔鬼来 从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这是我从小知道 魔鬼专注的功夫 跟我们过不去 我们传道 希望每个人听了 就能够记得 但是呢 一走出去 魔鬼去靠 把他从心里面 存留的道 完成哪去 所以每一个礼拜 来的时候 我们上个礼拜 讲什么 我都忘记了 然后这里是 耶稣的解释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 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因为这个道 存在你心里 这个道就会长大 然后叫你有信心 这是罗马书 耶稣十章十三到十七节那里讲 我们信耶稣是因为耶稣的道 圣经的真理 你越读得有意思 你愿意接受 愿意遵循 然后得到福音 然后得到福气 然后得到救恩 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是这样的 所以魔鬼要防止你信耶稣 最好的就是呢 就是什么 第一步 你一听见到 立刻把它拿掉 你没有机会了 这是他最绝的功夫 那落在庞石上 人听得到非常喜欢领寿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极致欲见试探 跌倒了 他英文是Full away Full away 跌倒离开 跌倒离开 OK 我在这里四十年 在这个教堂里面 在这个聚会里面 有三十四年 看见很多人 几个礼拜 非常高兴 然后以后呢 他听到说 有些人还说 他听见我讲了一次道 他不好听 那你讲一百次非常好听 有一次不好听 他就跑掉了 OK 这是很现实的事 是有这个事情 有些人直接告诉我 因为你上个礼拜 讲那个句话 我不来了 OK 有的 只有这种的 很高兴相信 你讲得非常好 他喜欢听的 他就说 你讲得非常好 他不喜欢听的 就说 你讲得很难听 我不来了 OK 他不是说 你讲的 不是照着圣经 他不是这样 你搞错圣经 所以你搞错圣经 所以我不来 上帝恩待我 五十多年 从来没有人讲这句话 所以因为你圣经搞错 他说我不要听你解释 使徒保罗 这是我们一辈子传达的人 最喜欢听到的话 这是我一辈子 我现在讲得好像使徒保罗 我就是一辈子有讲使徒保罗 讲得到 因为加太书第一章第八节非常简单 使徒保罗写下来 他说任何人 包括天上来的使者天使 若是他传的道 跟古尔保罗传的不相同 他就下第一 我一辈子传道人 必须记得这句话 所以我一辈子 不传道就算 传道必须要研究好 我这个道 跟保罗传的相不相同 你必须一样 因为你不一样 就算你是天使 也要下地狱 只有保罗敢敢的 敢讲这句话 我现在不需要讲这句话 我是保罗说的 谢谢啊 你看着 所以我很快乐 感谢神人点 使徒保罗写的 加太书第一章第八节 加太书第一章第八节 若你要完全了解 你要第六节到十二节 诊断 因为他下面还有解释 使徒保罗说 为什么我胆敢这样做 为什么使徒保罗 胆敢说 传世界 就算天使来的天使 若是他讲的道 跟我保罗已经传给你们的道 不相同 他就下地 为什么我胆敢这样讲 他十一十二节 讲给我们听 因为我今天讲的道 如果耶稣不直接向他讲道 好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人 他不会信耶稣的 我们感谢神人点 在我们这里信耶稣的 都必须有一点头脑的 因为这里不是当然讲故事 我们讲道还要讲理 要清楚 使徒保罗也 他胆敢讲这句话 也有这个原因 今天我胆敢现在传道 也有这个原因 你自己查 明白吗 听见没有 你自己去查 OK 我摆出来给你 现在我在讲 你不讲 你还敢出声 出声 其实他一出声 他就不对了 明白吗 因为他应该来这里 跟我一起讲 他也可以到其他地方 也这样讲 这是使徒保罗讲的 哪一章哪一节 所以我传世界就要这样 哪一章哪一节 我是告诉你很清楚 OK 所以他这里 但是世界上有人 是有人这样 在磐石上 在路旁 在荆棘丛里面 草土里面 我们留下来的 这都是草土里面的 OK 特别是 我们这里有三十多点的 OK 都是草土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总开以后 今生的思虑 钱财验落 这个我传道 一开始就知道 世界上的人 打麻将有时间 三四个小时 赌钱有时间 明白吗 去看事有时间 明白 坐下来看电视有时间 就是读圣经没有时间 我要赚钱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他们都有时间 就是没有办法 经济挤住了 有人 我们新移民 来到美国 纽约这里 实在是有很困难 所以我一听见 他吃饭都 都不够了 有很多时候 常常我们一开门 就有人进来 常常有人 我说 你做什么 礼拜天有没有空 没有空 礼拜天不工作 没有饭吃 那我说 那你没有办法 在这里信耶稣 OK 我们这里信耶稣 礼拜天有饭吃的 不做工也有饭吃的 不要浪费时间 我为你祷告 你要自己祷告 求神 叫你的环境 能够改变 神要救你 一定有办法 那要在好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 小心啊 诚实 善良 忍耐 三样 我照圣经 诚实 善良 忍耐 这种心 不是普通的心 所以我常常说 因为 很多 就是过去 有好多年轻人 一进来 我要收醒 我一听见 什么 我们开 二十几三十年前 第一次我提交 很高兴 哇 有人走进来 我都没有传达 他要收起 这么方便 后来我们才发现 哦 他不是为信耶稣 是要申请绿卡 留在美国 OK 我不说 后来我慢慢体会 这个过程里面 很多时候需要撒谎 第一项就过不去了 就不能过去了 诚实 诚实 所以有人要修信耶稣 我还要讲这句话 你能不能诚实生活 诚实的生活 你能不能 如果你的生活里面 你工作里面 你生活范围里面 你办事 生意 能不能诚实 是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 基隆坡 四十多岁 他非常喜欢我 产人来给我讲话 走过这一间跟我 要进来给我讲话 他现在不来了 他说 我不能诚实 为什么 因为我进口货 我进口一块钱 我要卖五块 所以我一定要骗我的客人 这是四块进口 我只赚你一块 他就很多人买 如果我说 我只进口一块 我要卖你五块 他就没有人买 他说我没有办法诚实 OK 所以我看见他 你能诚实了吗 他就走了 OK 我要问他 你能诚实了吗 你能够诚实那一天 我有一次还告诉他 你可以去这里标价吗 你不要讲就行了 这也不是做生意标价 是吧 做生意的时候会标价 你不要骗他 我是四块钱来的 而现在老印费 生活等等 扶租 赚你一块很少了 这样骗人 OK 他是也说 他是这样子骗人 那没有办法 怎么言之呢 好土是什么 你能够诚实 良善 这种心 还要忍耐 这叫好土 所以我们在这 传道四十年 不容易 这些好土不多 OK 能够有这样的背景的人 不多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照圣经 等待 OK 我在的一天 必须是这样 好了 种子神的道 这是神的奥秘 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不在基督教会里面 他们只是讲到前面 这里没有了 现在我要清楚交代 耶稣说神的神果的奥秘 只叫你们 那个你们是基督的教会 我不怕全世界来变 不叫其他人知道 所以你今天不来这里 你一辈子不会知道 马太福音 十三章十一节 大罗和巴拉巴 人住在安提阿 或许都被人一同教训人 传主的道 主的道 神的道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如果世界上有人不知道 我也不稀奇 因为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主也是神的意思 你要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 九十的十 那里耶稣说 我与父原为一 所以这是逻辑三观论 非常简单 所以主的道就是神的道 记得这一点 这一点他们不讲的 没有人能讲的 巴拉巴 保罗是传道人 他们仍然住在安提阿那里 传什么 传主的道 传神的道 那个关键在什么地方 你传神的道 杀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就是神的道 这个神的道 种子杀下去 长什么教会 这一点 传世界除了基督教会 没有人能讲 两千年前 保罗传道 巴拉巴传道 安提阿出什么教会 传天下 没有人能跑 彼得罗传道 彼得罗还用许多话 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救自己 这句话也没有人敢讲 神要传世界人都得救 我们做父母的 希望每一个孩子 有十个 有二十个 我记得有一个人 他有四个 有六个太太 他的孩子 二十四个 总而言之 我们父母 所有儿子都要 他成龙成凤 OK 是不是每个儿子都 做医生做律师呢 不一定 是要看儿子 他怎么样 努力 怎么样 把握 他的生命 你们要当救自己 神要救人 也要人救自己 意思领受贪化的人 受了洗 那天门徒又 天了三千人 我知道 为什么那个时候 听到的人 有三千 最少有五千 然后三千 那一天就受洗 有人还要挑战 如果每一个人 都要尽到水里面去 你三千人怎么受洗 你怎么洗 我说 很容易 你叫五千人来 我洗给你看 我知道他叫不到 他叫到 我真的可以洗给他看 如果全世界有人 要搞这个 来给我搞 OK 随时欢迎 总而言之 圣经说 要进到水里 就进到水里 二人同下水里去 他们这样受洗 OK 总而言之 这里的有三千人受洗 他们要决定 自己要受洗 都恒心 也是他们自己决定 要恒心遵守 好像今天 你们这里 这么多人来 都是你自己 愿意来的 我今天早上 有没有打电话 催你来啊 没有啊 都说你们自己 喜欢来 感谢神的恩典 是神 你可以说 是神感动你 帮助你 叫你有机会 领受这个道 非常宝贵的道 下个礼拜 记得叫朋友来 下个礼拜 我现在在研究 还没有 研究不完 所以我不能讲 所以我不能讲那个道 就是圣经回答 人生问题 第七 我今天早上 好像还有第八 OK 这非常 生活上 非常关键的事情 恒心遵守 使徒教训 要恒心 要遵守 使徒教训 圣经的真理 心又圣经 今天下 记得来啊 一起来学习 OK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去圣经系统 最后那两段 要解释清楚 因为 全世界很多人 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 他们会把它 相反的解释 所以一定要小心 要好好的学 恒心 遵守使徒教训 就是心又圣经 彼此交接 现在我们叫 友谊 关系 来往 弟兄姐妹来往 所以我们每个月 有一次 大家一起来 坐在一起 一起吃 我们今 11月30号 有一次特别的会议 希望你们一起来 那里 那个时候 我们有聚餐 一年只有一次 感恩节 美国这里 最大的节旗 他们以为是 那个 圣诞节 其实感恩节 是最要紧的 因为全世界 只有一个国家 晓得每一年 一次 有一天 假装可以要感谢 OK 所以感谢神的恩典 恒心交接 薄柄 祈祷 就是好像今天 我们聚会 我们聚会这里 有五项 有唱歌 有守圣餐 有讲道 有祈祷 还有收奉献 这里有 要奉献祈祭 这里有三样 这里有四样 在这里 这些人 怎样救他自己呢 怎么样救他们自己 领受他的话 你要领受 就算你是磐石 也要领受啊 就算你是木旁 也要领受啊 有每一个人 自己喜欢领受 领受这个种子 就神的大了 然后呢 他们还要 自己就得受洗 然后他们还要 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是他们自己 要预备时间 有计划的人生 好像我常常鼓励 这些年轻人 但是三十多年 四十年不成功 就是要守时间 我常常讲一个 实在情况给他听 如果我发现时间到了 我四十年前 三十八年前 我买了那个房子以后 约翘起那个教会的长老们 他们非常有钱 那个时候 他们给我买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 叫我自己去选 他们负责 叫我自己去选 我周围去看 看到我喜欢的 整条街 街边当那边 非常喜欢 但是我现在常常经过 只是贪心一下 我不贪心 非常好 但是它比我现在房间来教会远了 有了半底路 我不能要 为什么不能要 因为我一辈子下大雪 也要准时到教会 真是有一次 三十寸 我走两个小时 到那这里来 比这里近的没有 我是一辈子要准时 我是处理他们 连有人要给我 更大的房子 我都不要 我就是要 为之后要能够 三十寸 以后有三十寸 四十走路来 看看多久 多远 我们住多远 你开车就不行 OK 总而言之呢 如果我在洗碗 我每一次离开家以前 如果我们吃完饭 离开家 我一定要洗碗 厨房里面 碗店 一定要洗好 摆好 然后才出来 如果放在 因为时间不大了 我就洗一半就放了 有人呢 他情愿迟到 我一定要洗碗 他是这个 他不能 他不能没有办法 学我那个方法 还有你们女孩子 喜欢打扮 需要时间 有些打扮可能 一两个小时 那你就早一两个小时 他情愿打扮 一定要够时间 他一定要花这么多时间 不花这么多时间 他不能出来 他就情愿迟到 他是这样的 所以他会没有办法 总而言之 我是一辈子不迟到 感谢神恩典 迟到现在 以上这些都是 自己必须决定要出情 没有人能够勉强 所以这就是神要我们得救 但神也要我们 自己救自己 自己怎么救自己 你要遵循神的道 亚哥书第一章二十五节 告诉我们 神的道遵循了 你就能够得到福气 这个非常简单 我有一次这样的经验 我身边也发烧 发到头很痛很热很厉害 我找到那个医师进去 他给我打一针 他那个针一打进去 我自己就感觉到 这个头上面 那是开始凉快下来 哇好快 那我的意思是说 你必须领受那个医药 然后你的病才会好 我们信给自己 圣经有人说神的道你要遵循的时候 神的道有功效 你的行为有改进 就是遵循很重要 信主耶稣有一个充满喜乐的国家 腓立比这是一部故事 腓立比的建筑领他们出来说 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如果你经过你留意 有些中国人教堂 前面挂住这句话 他们回答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家都逼得救 就到这里就完蛋了 只是到这里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完蛋呢 你传的道跟保罗传的不相同 你只传了一半 你要继续下去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传家 他是先讲那大前提 你怎么可以得救 那信耶稣怎么信他呢 坐下来我给你讲清楚 讲什么 主的道 记得神的道 道走 主的道 神的道 你必须要主的道 神的道 传道就是杀走 还有你必须有好的心 好土 好的心 好的心怎么 诚实良善 还有忍耐 记得啊 要记清楚 我们必须有这种心 忍耐的心 诚实的心 良善的心 接受这个道 然后能够明白 能够去遵循 他的传家都必须听 传家 当夜就在那时候 金主把他们带去洗他的伤 和他传家 立刻都受了洗 洗他们的伤心悔改 所以这里有事项 你要听到 你要领受 你要信耶稣 你要悔改 你要受洗 一连串 再不过 这个才是 使徒保罗讲的道 使徒保罗 巴拉巴 到传他们的世界 去传道 去传这个道 你要听到 你要信耶稣 你要悔改 离开最后 所以我说 信耶稣的人 必须不赌钱 就我们民间的四大罪恶 你绝对不能做 因为我们必须良善 必须诚实 然后忍耐的心 来遵循神的道 来跟随主耶稣 这样我们的传家 都这样做 实际上有些人犯一个罪 他们没有想的 犯什么罪 我的太太去教会 我鼓励我的太太去教会 我帮助我的太太去教会 我make sure 一定我的太太 一定到教会听到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欺负她 有些男人是这样 这样的纯心 你要小心 如果你不听的话 你对你丈夫不大好 你信耶稣 你信耶稣 他们没有教你做好太太吗 你不是去教堂 不是需要做好太太吗 他们还有 如果我去 他们是基督教会 我的太太一定要去 我会搞其他女人 我的太太不会搞其他男人 他们有这个传心 所以你也要小心 OK 要记得 事业上的人 什么邪恶都会想得出来 OK 我留意 总而言之 你信耶稣必须要什么 尘实的心 良善的心 忍耐的心 尊行神的道 感谢神的点 我搞了五十多年 OK 上的恩待我 还是讲这个道 五十多年前已经讲过 金就把他们带到家里去 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传家 因为信了神 都很喜乐 他和传家 信耶稣 悔改受洗 信就叫做信了神 全世界 其他教会的人 不会这样讲 他只能说 怎么叫信耶稣呢 主啊 求你救我 信耶稣 你得救了 他们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小心 他传家 一起信耶稣 传家喜乐 不是说 我亲自听见这个经验的 太太去教会 她要学做好人 我生气 我发脾气 她也不能 发脾气 因为她信耶稣 用这个方法 非常邪恶 金就和传家 变成喜乐 充满喜乐 你们为什么 蒙了重生 不是因为 犹豫能坏的种子 乃是不能坏的种子 就是神活泼 常存的道 就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得救 我们信耶稣 是靠着圣经的真理 by the word of God 他叫 the word of God 种子 传家得救 主将他们放在什么地方 基督的教会 使徒行传 第2章47节 罗马书12章第5节 罗马书16章16节 这三节圣经和起来 你必须知道 就是基督的教会 如果你不知道 你存的道 就跟保罗不相同 那以下你继续对了 所以你们要 脱去一切的污秽 淫于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 领受栽种神的道 能救你的魂 你这样做 神的道就能够救你 世界上的人 常常要神救他 神叫他 你可以救自己 你遵循我的话 照着我的话去做 你就得救 他不做 还有现在还有一些人 他发明 传道让给我祷告就行了 但是我知道 祷告是你自己的功夫 我们为你祷告也是应该 彼此关心 彼此帮助 为你祷告是应该 但是你自己要祷告 那你当然祷告不明白真理 你不遵循真理也没有用 就是你看医师不吃药 有时候也会好 你知道吗 你运气好不吃药 但是通常是不好 我杀了种子 亚弗罗教官 神叫他生长 还是神救你 你没有办法救自己 神叫你救自己 就是你要遵循神讲的话 你自己的真正是遵循神讲的话 然后就得救 所以这叫做救你自己 以上是神果的奥秘 只叫基督教人的人知道 愿神赐福保守你们 记得希望你们都是好处 你们是